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 sine跟cosine的话呢 它的微分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们首先要先证明 sine的微分是cosine 这同学都会问说 为什么sine的微分是cosine呢 那我们的话呢 先把我们的微分的定义先写出来 微分的定义我们一定要熟悉 微分f'x是什么呢 我们必须不能够忘记 这是我们最原始的定义 它是切线斜律的算法 好 现在的话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f'x的话呢 它的算法了 它今天的sinex的微分怎么算呢 我们就这么说了 sine的微分 好 微分 一样的 我们一样也要带这样子的 现在的话呢 问题是我们要把这个函数 改为sine 这个也是改成sinex 我们现在目前做到这个地方 我们要如何去突破呢 我们知道sine的alpha加beta 这个是合角公式 我们可不可以展开呢 来 我们展开看看 这个极限仍然是保留着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要开始进行的是展开的动作 sine alpha 我们就直接写了 sinex sinex cosine的deltax 加上 我猜一下 这个等于什么呢 这个等于什么呢 来 我们来看啊 前面的话呢 我们这两个算是合并 sine的话呢 提到前面去 那这边是什么呢 还剩下什么 这个还剩下的是 deltax分支 cosine的deltax减1 这是前半部 还有一个后半部 limit 这边的话呢 我们是 我们这样写 好 我们想到这边来 已经快要 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怎么说呢 各位同学请看 这个的话呢 deltax趋近于0 这个是没有deltax 我们就不用理它 我们就来看这个 这个前面我们曾经证明过 这个的话呢 会趋近多少 会趋近于0 所以我们就不用 无庸置于的 这个地方就是0 再来看这个呢 这个的话呢 是当deltax的话呢 很小的时候 sine很接近 这个的话呢 sineθ会接近θ 这两个是一样的 会接近1 于是的话呢 这边就答案是 会接近多少呢 cosinex 好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证明了 sine的微分是cosinex 那剩下的那一部分 cosinex的微分是 负sine的话呢 做法是完全一样 跟这边完全一样 只是把这边 sine的话呢 改成cosine 就可以一样也是 直接展开 一样可以得到我们 一样的结果 那我们就证明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